下面请您欣赏左右为难表演者 郭德纲 于谦 冯阔阳 谢谢啊 感谢大家 认识吗 各位 你看他给他爸爸送了什么 不愿意下去了 还得是烧饼 别人都抱不动 感谢大家 今天我也很激动 能跟郭德纲老师 还有于谦老师同台演出 您可以 怎么说先介绍一下吧 我的名字叫冯阔阳 一名叫冯赵阳 谢谢 大伙还都熟悉 当然了 我这个一名是自己取的 所以您进入哪一个名字都不重要 是吗 隆重的得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二位 那客气 郭德纲 于谦 二位老师 我希望各位能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冯赵阳 我摆你一块桃吃吧 他俩省得尴尬 好啊 就分苹果 愿我 可能我激动得有点说不清楚 说得很清楚了 其实上一次我们耶稣仨一块合作呀 还是在2009年 这么早 对了 表演的节目叫红花绿叶 是 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 这十几年过来 尤其今天再次站在这样的舞台上 我特别想对二位说一句 你们是把我忘了吗 十几年 问你呢 问你呢 是忘了 这道脆上 忘了也没有关系 借着这个场合我想多聊几句 你说吧 对不对 其实很开心啊 说相声这是我特别爱的一个职业 但是我从想说相声那天起 直到今天 在德云社十四年过去了 我没想过大红大紫 没有想过自己要火成什么样 我可以不火 但是不能不进步 你这孩子懂事 这孩子啊 但是在我进步的道路上啊 出现了障碍 指我干嘛呀 不是你说说出现什么障碍了 说说 障碍啊 用英文解释就是于谦 我还当中文听得了 障碍就是我师父啊 我是你的障碍 对 你怎么是他的丈夫 障碍 对不起啊 障碍 我跟大伙说一声啊 他叫冯兆洋啊 是是 他是于老师的徒弟 对 我是他师父 他们是这么一个关系 对 你师父是你的障碍 对 你怎么那么美啊你 抑制不住的喜悦 你让孩子说说怎么就障碍了 有什么委屈 同志大伙念叨念叨 我想说 我师父 不负责任 我 我是不是乐书生来了 您这耳背是怎么着 哦 他怎么不负责了 我说说 你听听 还有灌口 没有 是这个样子 你说吧 各位都知道 郭德纲老师 有好多的徒弟 是 以及学手 按字排下来 云鹤九霄 龙腾四海 对 都知道 就相当于上学 这个一年级二年级 入学时间不一样 嗯 我也找我师父 去要我字 哦 你找他要过一名的这个字 对 哦 我说师父 你看我甘天那边 云鹤九霄 咱是不是也来一个 没有那么高的文化 哪怕您给一个 妈里妈里哄 我 你们这汁败的是技工 我都合上门图的 是吗 他没有哄 他好歹有个字啊 对 对不对 我师父说 咱们家没有字 我们不拍字 我说你好歹给一个 我失败极了 没有 你要喜欢 你照着来一个 他这一句照着来 嗯 我就叫冯赵阳了 那您应该叫冯来阳啊 嗯 不光这个呀 往后还有啊 郭赵林 啊 郭赵阳 都是刚才下那些小胖子 嗯 看见了吧 对不对 这都是给的字啊 我就都照字排了 您没给 我们自己起的 孩子自立更生了 我倒说了 我自己改的一名吗 但是各位 您都知道 我师父可还有一个 小动物园呢 对 都知道吧 知道 马场 嗯 动物很多 马 嗯 什么狗 鸡 羊 什么都有 他每个都给起名字了 都叫什么名字了 哎呦 比如那马 一身的金毛 嗯 叫金甲 嘿 白毛呢 银甲 哦 他什么大千世界 万马奔腾 哦 什么都有 最可气的 嗯 有一只金刚鹦鹉 取了个名字 叫李贤乔治维尔金斯 你再来一遍 我没听名字 还没说完呢 哦 这刚刚 还有后半个名字呢 哦 汉密尔顿 汤普森签 这要是我起的 我是孙子 这个 我哪想得起 这么些字了呀 我们哥几个 夹在一块 都不如一只鸟 您怎么 是不是对徒弟 不负责任 嗯 这就叫不负责任 还有别的呢 说 让孩子说 李奶奶说的 怎么 开心啊 您再说这个 业务方面吧 好 说点正事 对不对 业务方面 我师父 捧跟着 哼 哼 哼 捧跟着怎么了 这徒弟们 都是 斗跟着 哦 那证明斗跟着 我还能教 是因为 您都教不了了 业务真的不行 咱怎么形容呢 这么说吧 在相声方面 我是不是就好比是 哈哈 是吧 我们眼还没说呢 哦 乐嫂了 太开心了 好比就是 司马懿破八卦镇 怎么讲 不懂 不懂 装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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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布 不用剪子 那是 胡扯 哎 喝酒 不用酒杯 这叫 胡来 哦 你要死 是怎么着呢 你真是个这么大反应吗 知道 啵啵孩子 还有吗 也就是跟您一块说相声 还能有他的今天 哎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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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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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插的很晚 呵呵 跟您一块 哎 那就是月亮围着太阳转 借您的光 可不敢当 哈哈 哈哈 孩子单纯 嗯 您再说您那些相声作品中 哪有他的存在 你先 你先等会儿 啊啊 这我就得跟你说两句了 这相声作品当中 怎么就会没我的存在呢 各位啊 咱说点大伙都熟悉的相声 啊 丑娘娘 这 争骨三艳 善恶图济公传 哪里有你啊 废话 你说那都单口的 能有我们呢 你说哪那对口的呀 孩子说的对 对口的也听不见您呢 怎么听不见我呀 对口的 卖不头算是对口了吧 对口的 您看我干净在舞台上 哎呦 四脖子汗流 东山宋伯探 他西山挖过梅 他不开过两天 没了厂子买过两天 没了他不堆过两天 没了他不看过两天 没了他不当过两天 没不敌二张归了吧 是 给我累坏了 有错吗 嗯 就这一个一个花 爆菜名 嗯 对 这像演员都得会吧 到最后我赶紧在舞台上 哎呀 他蒸羊糕我蒸羞长 到最后把鸭桶子鸡 你爸爸吃完 一妈的胸脯 吃饱了 撑死了 您又有仨字 但您想想 没有这仨字一样啊 吃完一妈的胸脯 撑死了 有什么用 对呀 我怎么又没想到 您还给他一份钱呢 我的天哪 都委屈死我了 像声是艺术作品 嗯 不要把您的理想 夹在这个相声作品当中 我虽然没听懂 但是我支持你 谢谢 你先等会儿 一定会 我跟他说说吧 孩子这是为了我好 今儿是要干嘛 你什么情况啊 没有什么情况 我今儿要说什么吧 我就是想聊一聊 嗯 这只是您业务方面 啊 还有啊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您 不自知 我又一条罪过 怎么不自知 你都说出来今天 嗯 说 没什么说 哎呀 说 你哥 好 听孩子 嗯 我提一个人嘛 啊 孟赫堂 您认识吗 那能不认识吗 认识 当然是 打小在我们家长大的呀 现在红不红 火急了 火吧 对了 演电影演得好 啊 相声也说 公益 小品 没错 人家还上过这中晚呢 那大舞台啊 对不对 怎么了 孟赫堂 嗯 名字怎么来的 这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 孟赫堂那是在我开饭馆的时候 他给我的饭馆当大唐经理 叫孟赫堂 给他这堂字 哦 大唐经理 叫孟赫堂 对了 那他为什么不叫孟堂呢 你怎么糊涂 你这白混了这么些年 哪来的赫字啊 这赫字是你干爹的徒弟人给的 这赫字 哦 哪过飞机呢 别跟人起哄行不行 然后你们那没事 给赫字给的 这就找着问题了 怎么了 我干爹给个赫字 人就成大明星了 到您这儿没有这赫字 他就是大唐经理啊 对不对 成了人家徒弟 人家火了 您有徒弟吗 废话 怎么没 谁没徒弟 有火的徒弟吗 当然了 有 郭麒麟 你师哥 我不火 怎么不火呀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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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逐 那电视剧 对不对 电视剧排名第一 没错 对不对 综艺 人家录的是全国最多的 好着呢 叫什么 郭麒麟呢 这个姓 听着那么的美呢 姓有什么可美的呀 你说到头 不就去老话讲的吗 人家 儿子 跟您有什么关系呀 跟我 怎么 我也有儿子呀 你干嘛 老一惊一乍的 你这 不说我都忘了 能忘了吗 余老师也有儿子 对了 各位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谢谢 这一晃又好多天没看见他 今儿我上台 希望你对他好一点 今儿我上台是一套 我都没说话 各位说的 对不对 民心 民心 不光说是您这儿子徒弟 怎么了 整个咱这一帧 一个家族都没有一个露脸的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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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家族 这一帧都没露脸的吗 哪有啊 别人不说 报幕的侯镇 那是侯宝林先生 长子长孙 向儿世家 侯爷 那是我师弟 又过一家 你甭着 怎么了 我就想问问我义父认识侯镇吗 您认识不认识 谁 侯镇 给我开车呢 知道知道 不提好哎 不提还用谁可提 孙玥 哪儿这么一惊一乍的呀 孙玥认识不认识 李师叔 我师弟 那能不认识 对呀 给月云捧捧的 春晚上多了 怎么了 好不好 没有我干爹 现在他还在动物园喂大象呢 哎呀 这孩子不能这么 你大点事 没有你这么说话 怎么说话 没有你这样 你看你要感觉我说的不对 你问我干爹是不是这样 我是得问问他 你问 我是得问问他 怎么都像你这么解释这几个人呢 对不对呀 啊 余老师 不是有有有的事 咱得这凭心而论 那错 刚才说那个孟赫堂是你徒弟吧 是我的徒弟 对呀 孟赫堂现在那么好那么好的 那个他他不是也是在我家长大的吗 对 这离不开您的帮助 那是啊 他在您家住了多长时间 住了三年多 持您三年多 怎么了 一会儿在您那小饭馆当大厂经理 啊 那饭馆还干吗 早就黄了 是吧 啊 黄了之后这孩子干嘛去了 后来不是就拜您了吗 对呀 你看 你想想这道理 你要早活着心眼 饭馆能干到现在 不自知 不提孟赫堂 不说了 郭麒麟 咱也不提了 我还准备一车话呢 好吗 好 咱就说这个 孙悦 不是还有个侯爷吗 侯爷 侯爷 侯爷也是我师弟啊 对呀 这刚才不说什么开车开得好啊 开车 什么道都敢走啊 技术特别全面 您师弟 您甭管那技术全面不全面 车队队长 你这个心态真是值得表扬 真棒啊 还有一孙胖子 孙悦怎么了 孙悦挺好笑 我火呀 那是啊 我那会儿一瞧 我说是得让他来说笑来 太可怜了 他在动物园喂大象 我找着玩 我一看那好家伙 大象都漏了泪条骨了 他胖子都没人样 你知道这个人 要偷吃饲料是什么样 我说你赶紧来吧 上这来 他说我不能去 人说像都有一名 咱们这个哥们一场 我也不能算你图里 我说那当然 我说这样 我给你的名字加个字 加个月 好不好 以前他就叫孙呢 嗯嗯嗯嗯 和尚那字也你给的 对对对对 他就叫孙 他喂大象那会儿 他跟大象之间交流就是这样 他喊大象 哎 大象那还是 孙 没有名字 没有什么事 这来给我起的名字 啊 叫孙玉 不是我说吧 哎 孙了 不是你们这怎么 这人 你怎么着办 你今儿打上这 你要干嘛吧 你怎么着 我只是想跟您讲点道理 讲什么道理 鸟随鸾凤飞腾远 人半贤粮品质高 得 我听出来了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呐 是你已经准备不少日子了吧 啊 我听你这意思 鸟随鸾凤飞腾远 你今儿上来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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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这句话是你要倒门 对吗 对 他说你对 加个人话 对 倒门这个词能随便得说出来 哦 我要想倒门 各位 我有的是机会倒门 是吗 我实不行 我上家里 我找我干妈 干嘛 我拜我干妈 我学经济大谷 对不对 我管我干妈叫师父 我管我干爹叫师娘 什么辈子 你这是头发短点呗 我见识还长呢 对不对 有什么倒门的吗 你这不行 这不行 不是为了倒门 各位 你要干嘛 把这话说清楚了 您对最好 您对我有恩 虽然说您没生我 但是您养了我这么多年 你还知道啊 当然了 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即便说真有一天 我改换门庭 我拜了我干爹当师父了 怎么着 我也得想着您呐 你怎么想着我呀 咱俩俩一块拜呀 你看这玩意 这就是孩子有心呐 是吧 孝顺呢 嗯 您们最近没少学习呀 这都拉平了 何止了 您要还念着这个师徒之情 我再给您提个小想法 您怎么着 您带着郭麒麟咱仨一块 你先等一会儿 我脑子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 不 您 咱们仨仨一块儿 我带着你们俩 对啊 咱们一块儿 拜他为师 您放心啊 您放心 我肯定不跟您争 不争什么 大师哥肯定让给您 郭琴要有想法 我去说服他 你甭管是花钱 你呀 他到现在也是你师哥 你说服他 我这意思说服他 让您当大师哥 这用说 我问问他不是就完了吗 行了 哎 我们仨要倒门 倒在你这儿来 我能不能当大师哥 于同志 咱们把话得说到前边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咱们这么多年了 这个小冯呢 是您的徒弟 对啊 本身呢 他也是我的干儿子 对啊 咱们有几个 关系一直很好 但是突然间角色转换 你真的让我想一想 你现在就想 你给我说准备 不是 不是你说的 您 郭麒麟 冯照阳 你们仨一块拜我 对对对 是因为这个 其他的什么 是哪支啊 哪个谁的图 这个都不重要啊 但是你们仨要拜我 这个怎么排啊 行 我得 大师哥 我孙也说大呀 那不行 那不行 咱有什么说什么啊 怎么了 咱们私下里换一个位置聊天啊 老鱼老郭咱都行啊 但咱真说到这儿 郭麒麟舍大儿子呀 他就 人家孩子好家伙出去拍戏去忙去了 再回趟家 好家伙 他前面多一大哥 这边 我跟孩子 我跟孩子没法交代 你没法交代 我 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也不能拍他后头啊 岁数 什么关系 凡事有个先来后到 他管我叫爸爸那天 你还没叫呢 对吧 完了 下正经这玩意儿 该怎么说怎么说 知道吗 你说没有用 人家不答应 我不会同意的 不答应你换个角度去思考啊 我还怎么想啊 您琢磨咱爷儿仨一块拜了他为师 咱师不是这 是他 师爷呢 侯耀文先生 那是艺术家呀 在我心里位置 高 在您心里位置 好啊 那我叫三爹的一下 对呀 咱当了侯耀文先生的徒孙 不应该荣幸吗 我有什么可荣幸的我 我以前叫三爹 现在我叫爷爷了 我还荣幸啊 您这是亲上加亲 隔背筋哪 最疼了 我告诉你吧 嗯 不是了吗 你再琢磨 侯石当年黄金组合呀 对 对不对 我师爷那边也不会挑礼的呀 师傅宽先生是明事的人 就是的 他不会跟你挑这个言 我明白 是吗 可不是吗 你再想 咱这样 咱退一步讲 你退了不少步了你啊 您不是大师哥 赵您哥俩这关系这么多年 嗯 要个云字 还能不给这面子吗 云字他能给我吗 这实际呢 我要一云字行行吧 云云线 隔前头了吧这字 你把我姓都给改了 云云线 多好听嘞 您听说的我 我得隔中间啊这字 啊 隔哪都不重要 隔哪还不重要 云字不重要 你得往后想啊 怎么着 对不对 您琢磨云字现在已经有好多了 十几个了 对不对 十三个了 唯一现在最少最稀少的各位 你得排到最后一个海字啊 云鹤九霄龙腾 我老莫啦 老莫最好了 老莫怎么着 您琢磨收到咱们的时候 钱的都一百多个徒弟了 咱一百多个师哥呀 怎么了 一百多个师哥 就能给咱收至少一千多个师职啊 那时候好几千人管咱叫师叔 咱不得美得慌吗 我还得管人叫师爷呢 我 我这像话不行 宫典在这 海字啊 咱 你少来这套吧 您就关门弟子了 我甭关门了 我开着门吧 哪我就关门 我明白了 哪啊 我这好家伙 我跟你们一块 我这本来我当师父的 后来我给人当徒弟了 到最后我连云字都没混上 我还都能给一关门徒弟 我这不像话了 你呀就没边好意 我知道 打一上台来你说的就不对 别着急 还甭打一上台来 我跟你说怎么了 别着急别着急 打一上台来你这范儿就不对 你打小时候在家里边学艺的时候 你一直就不踏实 你这心里就有鬼 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 你一直就别人倒门 关我要字 这都不 我告诉你心坏了 这么长 我跟你说 您看出来了 我跟你说 这孩子心计不对 心态不好 我跟你说 您要是收了他 怎么样 又多一叛徒 我这个天爷 这还没收呢 什么呀 这都让您看出来了 废话 我跟你说 孩子就不能收 我不能收 这么说吧 收我您都不能收他 我收你都不能收他 对了 儿子 叫大哥 大哥 让我收到来了 谢谢大家 太多 Whoop了 老许子